我们想问一下 现在那个桃园市的那个神情 你会觉得说 怎么现在变那么混乱吗 我们主席做主 在地大咖 桃园市议长邱玉胜不想多说 看近日媒体传出的 烂印桃园市长民调 鲁明哲20.1% 万美龄16.8% 罗志强16% 吕玉玲6.6% 不过民调前段班的鲁明哲 却表明不愿参战 到党部上个礼拜的一个征询 我都是很实在的讲 说我个人没有意愿 我也不想 卤东西卤一半 我觉得这样 过去所谓的民调第一 但我看到这个民调 我的忧心远超过于开心的 原因是 你第一名市长你是20% 我建议是等到民进党人出来 国民党再决定人选 有时候一五刻一五 民进党段时间都还没有决定人选 国民党急什么呢 自己打成一团何必呢 选队会应该会在五六月之间 那才会针对 北北桃三个 这个直辖市的可能人选 一定会推出最好 最适合 也最强的人选 桃源市长这一局 因为罗志强参战 让选战温度瞬间窜身 谁是最强的 当然就是比民调啊 目前的民调看起来 第一名的鲁明哲 居然说不选了 这真的是蛮吊诡的 为什么呢 国民党不派第一名的出来选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战略 想不想赢啊 那另外大家也在看罗志强这个人物 为什么说最近真是攻占各大媒体的版面 我们请照好委员来看一下 这个2018年的时候他当选了台北市议员 当选两天之后宣布说 他也有志要来竞选总统哦 那到后来呢 到2020年的时候又说 他要来参选台北市长 那今年2月又地方有一些传言说 拱他要选高雄市 他也说要仔细来思考 那没想到现在最新又是打死不退 要参选桃源市长 所以他把这个参战六都当成什么 随便点菜吗 在一间的吗 我觉得如果照 对创造话题或是照网路上的声点来讲 罗志强大概有他的本事 因为他没讲一个 虽然他认为那个不太可能 比如说他要选总统这件事情 大家认为不可能 但是一般人也不会这样做 你们刚当选议员 你应该讲说 我要哪里开服务处 我要好好的服务大家 公布说我现在每个礼拜几会在服务处 一般人会做这种事情 那显然他是跳跳脱这个传统 他马上就宣布说他要选总统 虽然大家认为那个是不可能 不过他确实也在 我相信在那个瞬间 也是制造一个话题 所以他他点名过 包括台北市高雄市 现在是桃园 当然这个就制造话题 声量来讲 他有他的本事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政治人物 你这样子的话 也会会让人家 会让人产生很多的问号 就改天你真正很认真 要做一件严肃的事情的时候 大家可能认为 基于你以前过去的 这样的一些这样的记录 大家也会对你打上 很大的一个问号 但是我觉得当然国民党要提名 谁是国民党的事情 我是表示我们也只能表示尊重 因为他也不会问我们的意见 所以他就自己去做决定 倒是朱立伦讲的一句话 我觉得还蛮有趣 他说他们会用科学的民调 简单的讲 他就讲说卓志强 他现在引以为好的 包括脸书的百万粉丝 或TikTok他可能会 也许他真的有本事 他真的过几天 他真的超过百万 但是他简单讲说 这个叫不科学 科学的民调又科学 就算你这个冲到一亿或一千万 他认为这个都不科学 那也没有错 说实在一个党的提名 你要用脸书的粉丝数 或者TikTok的粉丝数有多少来 那以后坦白讲会 如果这个逻辑是可以的 最高兴的大概脸书 脸书现在的总公司改名 叫什么Meta 他们可能会蛮高兴的 以后台湾会制造他们的业务量 以后要从政的人 每天都要去灌粉丝数 灌战术 所以这个可能 罗志强他有他另类的想法 但是我在想 就是说朱立伦已经把这个话讲得那么清楚了 所以他当然罗志强看起来要选桃园市的机会 看起来是不太不太大 但是相对来讲 国民党这个桃园市这个搞得这样子飞飞扬扬 无言脏气的 但是相对来讲 台东以台湾民进党来讲 今天我们也公布了 屏东县的县长的初选的民调 这个过程也是非常 三位有志要参选的立委 都是非常的优秀 然后竞争过程坦白讲也非常的激 很激烈 大家都真的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然后就要希望获得屏东县 泄民的一个支持跟肯定 我们是 但是我们游戏规则就很清楚 我们就是这整个是才 跟国民党的一个候选人 大家来做做对比 然后谁胜出 就是用民调数字来做决定 所以今天 这名字民调是数字出来了 虽然我们就当然也恭喜我们周委员 他在脱颖而出 但是我们我觉得另外的周六雄委员 或中嘉宾委员都是非常优秀的立委 但我相信他们各自一定有他的支持者 对他觉得这样没有办法在这里胜出 感到非常的惋喜 但是民进党就是我们就过程很激烈 但是那个结果出来之后 我们就是团结一致来一起迎接 就年底的大选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 这个对怎么样产生候选的过程 虽然有波折 但是我们大概有一个方向可以遵循 这个方向 这个规则 这个制度 他不是最完美的 他也还是有些被讨论的地方 但是我们大家都会去遵守 那我们也不会讲说这个谁 我们一般我们也不太会对 那个想有志参学人 我们叫做用那个手 虚实网破 这个虚实网破 这样子 因为毕竟是同志 在用这样的 这样子是比较重的一个 这样大家一遥面要做会 重的字眼 但是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把罗志强 把那个主席跟他通电话的内容 这样动不动就公开也不太好 因为通电话说是还有私密性 彼此要信任 因为我们打电话 被彼此信任 互相信任 如果动不动都会被公开的时候 说实在就会大家讲话就会雨带雨带保留 不过我们这样的评论 这个当然都是国民党 他自己要去面对的一件事情 那当我相信 但民众最关心的 就是说任何一个政党 不是在关心这些知知觉觉的事情 而是真的能够 每个政党都派出了 是了解地方 肯为地方做事 而且有能力做好那个角色的 我相信才是民众最关心的一件事情 桃园这一局 民进党的部分还不急着亮牌 不过国民党这边已经吵翻天了 朱立伦敲北肥 除了桃园之外 高雄的部分 朱立伦真的也要伤脑筋 因为国民党到现在 还找不到母鸡 所以昨天很多的议员 高雄的议员 是特地搭高铁北上 要来劝禁李四川 但是最后也是被婉拒了 我们等一下回来 一起来看 台湾人一定要看的新闻 就在MOD507